儿童福利中心爆出性虐丑闻震惊全国 内政部长南都斯里塞福丁 促请各方保持克制 给以执法单位空间展开全面调查 部长强调 由于案情牵涉甚广 也涉及多名嫌犯 调查程序必须按部就班 不能操之过急 另外教育部长法迪纳也强调 1996年教育法令阐明 孩子必须接受教育 如果发现有任何家长罔顾法令 没有让孩子上学 当局将会向涉及的家长 采取严厉行动 这与有关儿童福利中心的 性虐丑闻案件 现阶段教育部将交由警方 完成调查工作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昨天在汇报20家儿童福利中心 卷入性虐丑闻的案情时揭露 在402名获救的孩童中 一些孩童从2岁起 就和父母分离 警方还在调查这些父母 究竟是自愿将孩子留在福利中心 又或是在公司的指示下这么做 对某些人都未必让他在公司的 他在公司的身体里面 鼓上是一位他的手 所有人都未必让他在公司的 感谢观看